那月中 中国事实上今年的经济也确实走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红利告一段落 那各式各样改革开放过程当中累积的代价也被迫要付出的时候 确实我们看到最新美国公布在2022年姬佳佑做的这个绿卡抽签 我们现在俗称绿卡抽签 今年把香港给排除掉了 在以前中国是一定不行 就不能参加抽签 所谓的抽签就是你只要去登记 然后反正全世界就看今年都要抽几个 抽到之后你去面谈过了 你就可以编语 有绿卡 要很期待你就要透数管道 譬如说投资移民专业移民等等的 好那今年香港居然被拿掉了 那显然大家不用多说 一定觉得就是跟这个反送中 或在香港国安法等等 一串串的事情下来是有关系的 好像特别注意到美国过去是香港移民的第二多的地方 最多是加拿大 好那第二多是是美国 那这一次美国就把香港排除掉了 那在香港呢 照从去年反送中的关系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都到乡都到英国去了 英国他有给一个所谓的英国公民 海外公民的这样子一个护照 光在去年香港人申请了将近十二万人 这比前一年整整多八倍啊 就以今年上半年又三万多人了 好还有一个很特别是 美国居然正是把香港列为难民 你可以用难民身份申请 我觉得这也是很蛮蛮奇怪的事情 好那再来看到中国本身的问题 真的是除了新冠肺炎 造成全世界的大问题之外呢 中国自己面临的居然有八大天灾 八大天灾 包括什么地质灾害 台风风袍 然后干旱地震 低温冷冻 雪灾跟森林火灾等等 所以呢 结果1.3亿人次受到影响 损失超过3000亿人民币 而且呢 当然我们在过去也谈过 他的农作物受损非常严重 所以不断地有提出来说 可能这个中国可能会出现缺粮的问题 我想这都是大家要去注意到的 中国真的是蛮糟糕 好所以讲到缺粮呢 居然最近就在广东的这个法院的 这个判决书里面出现了一个 很特别的事情 有四个人在2017年18年的时候呢 他从湖南运了一批稻米到广东去 可是这片米被查出来含有蛤 蛤 蛤是一个重金属 那个吃的对身体会蛮有大影响 好那这四个人当然后来被判刑了 可是问题是当初运来广东的那批米 居然被卖掉了 而且数量高达将近2600吨 然后再去查的时候只剩99吨 换句话说有2500吨都被卖掉了 卖到哪里去了 结果一查 居然很多都卖到云南去做米线了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问题 那在过去这一类的问题真的也蛮多的 也不是第一次的 那就以最近还有查到说这个粮仓的这个主任自杀了 为什么因为去查粮仓 上面都是米没有错 下面都是石头 哇所以这种类似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过去也谈到说 中国现在开始要要发展科技 尤其是这个半导体产业 于是很多的企业一定想要从中捞钱 所以你看到江苏的这个政府就宣布说 我要开始查你这些高科技公司 查什么呢 三个重点 第一个你说你有高科技的制裁权 可是你这个制裁权 有没有真的用到你相关的商品上 这是第一点 好第二个呢 你说你去做研发 你真的有去做研发呢 你研发的这些支出有没有灌水 因为这牵扯到补助款跟减税的这两大问题 好那第三个你说你有这个制裁权 那这个制裁权有没有对你实际的产业 产生的具体的影响 就是你有因此卖了更多的产品 所以呢他就开始查这些问题 重点就是怕你有这些趁机 想要捞政府的钱的问题 好那再来再看到这个赵薇 我们在过去也谈过他很多的事情 真的是虽是不断 官司的问题上升了 好那过去我们谈过他跟他老公呢 就开了一家公司叫荣威传媒 做什么事情呢 以一个小小的公司只花了六千万 居然想要吃掉一个一百二十亿人民币的公司 他为什么有办法呢 因为背后有肖建华帮他撑腰 好那不只是这样子 另外呢他因为跟马云的关系呢 结果呢他也可以去投资这个马云 马云所属的这个阿里影业 好结果这些东西 阿里影业有在香港挂牌 对啊所以因为很多人就看到 哇赵薇也知名人数 说我也去投资你看你在投资我想说这应该是稳赚的嘛 结果导致很多投资的因此都大赔钱 所以这些人就开始要去告赵薇了 好就事情爆发之后呢 马云就先跳出来说我跟赵薇不熟 好那就被网友开始就搜哦 明明公开两个人合照至少十二次 然后呢马云说他跟赵薇不熟 有官司就不熟 对有官司就不熟 股票大涨大家就是好朋友 所以光现在呢他被告了案件官司一共五百四十几起啊 超夸张的 好五百四十几起呢 基本上这些在一审的时候 二零一九年都判决都出来 那基本上都是认为赵薇有罪嘛 所以赵薇不服就二审继续告 结果二审到目前为止连续一百零二场他都输 哦那输了要赔三亿多哦 对要赔台币大概三亿多 那他还有四百多个官司要到 对还有四百 就是一审都已经结束 现在是进入二审 那二审他又连输一百零二 那四百零多个官司 如果等比例搞不好赔了金额 也等比例增加变成一二十亿 有可能十亿起跳了 绝对是十亿起跳了 所以说呢这问题还不够哦 还有什么中国业从去年开始 就所谓的献心令 就是你这些言语人员哪都拿薪水太高 结果现在就传出来说 因为赵薇以前一个合约 就是一个言语合约一季要拿五千万人民币 但是新的献心令说你只能拿一千万 所以他以前拿五千万要吐四千万出来 你看这多惨 已经够要赔这些官司 结果他以前赚的钱都还要吐出来 所以现在就传到 赵薇现在开始狂上综艺节目 他以前是不上综艺节目 尤其那种什么中国很流行 那种所谓的实境秀 真人秀 他以前是绝对不上 他绝对看不上 现在都被迫得去参加 看人家玩一些游戏 拍一些什么实境生活 好那再来就还是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传言他跟他老公已经离婚了 可是他打死不承认 但是最近被人家拍到了 他跟一个小鲜肉 半夜还去超市买东西 那但买东西不能证明 认为任何事情 可是就被人家拍到说 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 因为那个男的跟他说 这个东西还 家里还有之前才买过 感觉到两个人 好像住在一起很久很亲热了 好那当然这是一个八卦消息 可是这个小鲜肉也不是简单的人物 因为他背后是负二代